好 如果剛剛在議會裡頭 拉拉扯扯 你覺得有點扯的話 接下來這個讓很多人 聽了之後會覺得說 這也很扯 對 這今天早上一個記者會 你不知道還記不記得他 去年10月21號 就是普悠瑪翻車這個司機 叫做游鄭仲 他其實身影了很長一段時間 今天早上他是由被害者的家屬 陪同他一起出來 開一個記者會 他現在是什麼 他被記大過 被廢了火車駕照 以業務過失致死罪起訴 不過他今天出來這個記者會 聲淚俱下的他在控訴什麼 我們來聽聽看 台鐵他第一時間是惡意欺騙 行政院調查小組 他是刻意隱瞞事實必中究極 我是最接近事實發生的人 但是我要求調查 對我有利的證據 不是不見了 就是撞壞掉了 行政運轉管理上的缺失 林佳龍部長你聽到了嗎 蘇貞昌院長你聽到了嗎 蔡英文總統你聽到了嗎 其實事發之後就是一直哭啊 就是會覺得說為什麼走的不是我 因為那種痛是連呼吸都會痛 好 我們看到這個司機痛哭失聲了 以前有一句話叫做 有權判生 無權判死 現在是有權你就放生 無權你就放他去死嗎 因為他今天講什麼 他講說他認為 依然地檢署第一時間就是有罪推定 台鐵第一時間有惡意欺騙 而且政院調查小組也隱瞞了事實 他認為這是他身為基層的悲哀 為什麼他認為悲哀 為什麼被隱瞞事實 他覺得他任何對他有利的證據 通通結果都消失 都損毀了 上班的工作報單 運轉式的錄影畫面 就是他那時候說回報 整個列車是有問題的 畫面也被洗掉了 記憶卡 錄音檔 現場指紋通通不見了 我們現在請教一下賓哥 現在看得出來 當初其實你看到 當初的交通部長吳鴻蒙下台之後 結果他就高升了 結果現在好像所有的狀況 所有的意外 都是這個司機去背 我必須說 這是個預知死亡祭事 我們全國人民其實都知道 這個案子一發生之後 就是這個司機背定 其實大家都知道 結果現在也真的發生 就是這個樣子 對政府來講 我已經弄走一個陸傑森了 吳鴻蒙我也讓他部長下台去 去管中澳郵政了 你還要怎樣 你們還要怎樣 對政府來講就是這樣 那剩下就是叫這郵政中去背吧 因為這個太扯 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是 郵政中一個人的問題 今天老實講 郵政中有沒有過失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不可能只有他一個人有過失 這是很明確的事情 難道整台譜以後 所有的安危 只係於司機一個人身上 會出現這種狀況嗎 他要加速就加速 他要減速就減速 完全沒有任何人能夠控制他 那又誰敢坐火車 這個司機萬一他今天課了藥 或他做了什麼狀況 那不是大家所有的生命 就告訴他怎麼玩就怎麼玩 台鐵是有內部管控系統的 這台車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這台車從一開始出戰了 從樹林出來 就開始故障連連了 然後這個司機一直不斷的在開車 然後不斷的在排除障礙 中間跟行控中心回報了多少次 為什麼這些關鍵的證據 全部都不見了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我今天並不是要去幫郵政眾脫罪 因為他到底有沒有罪 我並不曉得 我相信他也有部分的過失 可是問題是 其他人的過失在哪裡 我們重點不是要去找一個人 出來記起把他槍斃 然後就算了 給家屬一個交代 我們要的不是這個 我們要的是以後做這個普庸 甚至做台鐵任何班次 我們要安心 怎麼樣去把過去發生的錯誤 去把他找出來 然後把整個體制制度上 不完善的地方把它修正 這才是我們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要去抓出 這些人來的目的是什麼 不是要去秋後算帳 不是要去幹嘛 而是要去知道台鐵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今天所有的關鍵 剛剛郵政眾自己講得很清楚 大家也聽得很明白 為什麼每一次關係到 這個命令不是我下 是我聽只是要去這樣執行的時候 我剛剛也聽到那個錄音帶 他實質不清楚 有這麼巧的事情 你說一次偶爾可能 因為列車在行進 難免會這樣 每一次都這樣 會不會太奇怪了一點 大家不覺得這有鬼嗎 然後整個中間停停開開 誰下的過程 堅持列車一定要開到花林去 這誰下的命令 到現在沒人知道 這怎麼會這麼扯 怎麼有人下命令 怎麼會這司機堅持說 我一定要開到那裡 可是現在這個交通部長 當時的交通部長 他也說他負了政治責任下台了 結果現在變成一個月裡 十七八萬 還有五節獎金 我跟你講 這個我覺得 吳鴻謀那個東西我們知道 既然他是陳菊人 高雄出身 他一定會享受到這種待遇 你放心 就算他在那邊再出包 他還會有另外一個位置等著他 就是中環郵政再出發 反正是局棄人 還是繼續的身關 那個他永遠都有位置坐 反正只要小英再吵一天 小英執政一天 這些人永遠吃香喝 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問題來了 問題是 台鐵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 這是幾十年下來造成的擊斃 然後現在一出現這種狀況的時候 馬上就跟當年洪仲秋 事件國防部一樣 所有的關鍵證據 到那邊錄影就空了 就黑了 台鐵也來了 一樣 為什麼中華民國的所有 公家機關每一次出事 都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們還要忍受這種狀況多久 我老實說這樣的下去 以後誰真的誰敢當台鐵 這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必須說 好 今天關鍵證據不見了 檢察官你都不覺得奇怪嗎 如果我是檢察官 我一定會覺得 你為什麼一道關鍵證據就不見 我應該要去查 這個關鍵證據為什麼不見了 檢察官你有沒有去查這件事情 賓哥 他點了三個人 他今天出來點了 林佳龍部長 現任的交通部長 他點了蘇貞昌院長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點了蔡英文總統 總統蔡英文 這三個人 他點出了這三個人 重點就是 為什麼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一個人扛 這明明就是一個體系的問題 為什麼到後來就是只有他一個 老實講 我剛不是就說了嗎 當初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全部就是他一個人扛 這是當時就已經決定的事情 那個我跟你講 林佳龍我必須說 他是這次選完之後才上來 所以他是接這個東西 他只是負責執行 這個事情我相信他 我必須幫他說句公告號 我相信他也不是很了解 因為這根本不干他的事 他也不會想去碰 問題是 這個就是蔡英文執政下之後 當初普通馬事件一發生 為了 第一個當時為了不影響血清 已經進辦法想要去壓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本來的做法是 陸傑森下台就好 連吳王謀都不要下台了 這話一直撐撐撐撐撐撐不住 吳王謀最後才下台 所以他一開始處理的原則就是這樣 郵政仲就是一個 註定要被犧牲的人 但是我老實講 我說真的我可能比較冷血 我必須說誰犧牲 我根本不是很在乎 我在乎的是 這個行車安全誰來保障 我老實講 我也必須說郵政仲先生 你恐怕是一定註定被犧牲的 不是我故意為言守聽或是冷血 但是人家都已經這樣做 做了擺明就是這樣做了 我只能說我們現在要求的是 除了你有責任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人有責任 我個人至少可以講一句公道話 我不認為所有的責任都在你一個人身上 我絕不是這樣認為 所以我覺得全民應該要關注這件案子 也就是今天如果把所有的責任 全部都推給郵政仲 其他人都沒有責任 這種結果我們全民都無法接受 我們一定要把所有台鐵書枝查出來 不然的話絕對不能放過這個政府 我也必須說 蔡英文政府歷來已經發生多少案子 包括300案的案子 包括施燕的案子 包括慶富案 包括氣爆案 到現在都沒有給我們交代 所以持續這樣累積下去的話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走上街頭 不能夠讓這個政府 繼續在橫行霸道下去